《金刚经》 今天是讲《金刚经》内容的第三项目 是诗变的显示 这是凡是念过《金刚经》的人 非常的熟悉 有的人说《金刚经》是讲的是是而非论 是又不是最后又是 究竟是在讲什么东西 而《金刚经》内讲这样的例子 就是是不是那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选了实际上是超了一共19条 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有19个这样的例子 那我们呢实际上只要有一个两个例子 知道了以后的话 听看懂了听懂了以后 其他的例子非常的容易懂 这四边的形式 我给它做成了以下的说明 第一是正反和这是一种辩正的逻辑 正面的反面的 然后呢正反和起来说 就是正反和 那我们《金刚经》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好像是这个样子 但是不一定 第二类就是肯定 否定 又是肯定 那也就是下边的一个选择 就是不是那才是 另外呢 这用副学的名词呢 说假有 非有 是真有 这我们要解释一下 说假有 是指一切现象 用语言文字和思想 可以表达想象的 形容的 那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请问诸位啊 你们今天吃了晚饭没有啊 这个少数人吃了 还有多少人没有吃啊 吃晚饭的那个吃 这个是吃呢 是没有吃 是正在吃呢 不过这是一个字而已 吃晚饭的吃 那这是一个字 这是一个 一个代表的符号 说明了 并不就是吃 对不对 只有两个人说对 其他人都不听 那你们其他人都 都没有听懂 对不对 说茶 我们就喝茶的茶 讲那个茶字 是不是等于茶呢 不是 这是一个名字而已 但是呢 说到茶 很多人就晓得是茶 可是从来没有吃茶的人 你讲怎么样讲茶 人家还是不知道 不过从来没有喝过茶的人 你就拿一杯茶给他喝 他喝了 可能还不知道 那个东西叫茶 那这个茶是不是就是说的那个名字的茶 是不是等于是那个茶呢 绝对不是 所以是假有 一个是名词上面的 动作上面的一种形容 或者是一种表达 都是假的 假借来说明而已 因为所有的现象 不管是人 事 我 人和 所以啊 可以表现的现象 就是身体的现象 心理的现象 物理的现象 这都是啊 占有 暂时的有 不是啊 永恒的存在 请问诸位 我们历史上 是不是有一个秦师皇啊 现在在哪里 现在戏眼啊 我们最近 最现代的历史上 是不是有一个毛泽东啊 现在呢 现在在天安门那片呢 有一个毛泽东纪念馆的棺材里面 那这是个史诗 不死啊 就是毛泽东了 所以任何现象啊 都不是啊 永久的 真实的有 而只是啊 暂时的加油 我深远今年六十三岁 再过个多少年以后 你们说我还在不在 还在 我说我再过六十三岁以后 还在吗 还在 你们作为第一是太自私 要我受苦 睡了那么久 加油下边呢 就是非有 加油 既然是加油 它不是真实的有 所以叫做非有 从加油深一层的看 那就是不是真有 非有就是不是真的有 非有很难懂 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全部都是有的 怎么能够讲说非有 事实上啊 我们的存在呢 既然是假的 假就不是真 假就不是 不是有 我们吃过饭以后啊 消化了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暂时经过啊 好像是有 但不是真的有 所以叫做非有 在金刚经是讲无相 在大伯瑞经是讲空 讲新经里面也是讲空 空的意思就是非有 非有啊 那才是真有 下边这个真有的意思 是讲非有啊 非有就是真的有 为什么讲非有就是真有呢 非有是空 一切都是假的 空是真的 各位能不能听懂吗 空是真正实实在在的 不会变的 凡是有的 都是在变的 都是动的 不是真的 空啊 它是已经是空了 还能变吗 还能变吗 能不能变呢 它是不变的 所以那个才是真的 好 现在呢 下边呢 讲有 空 中道 在另外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啊 世所地和正地 以及呢 中道 中道就是呢 又叫地和地 在福法里面分有大圣法 小圣法 从 福法的 角度看 世间的所有 一起现象 以及世间所有的人 的观念 所见的 都是有的 不管是 是现象的有 或观念的有 或者是 现象的有 或本体的有 那都是有 那个本体 也可以叫它是 理念 也可以叫它是神 那都还是有 不管它叫它是大我 神我 都是有 所以都叫世所地 那从小圣地福法来讲 认为世间 所有一起法 一起现象 都是空 多不是真实 所以呢 它注意空啊 它是从分析 和实证 分析呢 就理论上的 来分析 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啊 另外实证呢 是经验的 从心理的 体验呢 那是要通过 认为空是真的 所以呢 它进入泥盘 就是精密 在空之中 不再啊 愿意到世界上来读 这种声量 我们把它叫做 小圣 一个理论上 男女的爱情 男女的爱情 和父子的亲情 以及金钱的什么情 金钱的得色 名誉的 这个 毁欲 都会啊 不知在 那 他道理是懂了 但是他没有 亲自的 体验 是正 所以真正的 福法 仅仅是道理的懂 不够 但是懂的一些道理 也不错了 最好还能够实证 下面第三 就是中道啊 才是啊 大圣的第一地 是为中道 并不是中庸之道 并不是奇强的 奇强式的中道 我不想 我不在中 我不在右 我在中间 哪一边好 我就想哪一边靠 这个叫什么 什么道啊 奇强道 福法讲的中道啊 非空非有 叫做中道 而还有一句话 也不在空有 两个中间呢 站在中间 站在空有的中间 那也可以讲啊 空的空 可是不能够误解他 说啊 否定了世间的所有一起现象 事实上 他是啊 注意世间 而不受世间的现象 所困扰 所说佛 他是啊 注意世间 而在世间的自在 那就像观世音菩萨 就是观自在的菩萨 中道的意思 讲得最清楚的 有一部啊 龙叔菩萨的中观论 中观论寿 他是 他的精神呢 是谁两边而不取中间 谁两边而不取中间 谁二不取中 这个叫做真正的中道 谁二边不取中间 这是啊 最自由 最自在的一种啊 经验 从逻辑上来讲 任何一种逻辑 都有他自己本身的呀 一个立场 但是这中观论呢 也就是 菩萨思想的 这空的 菩萨的空 也就是中道啊 这中道的思想啊 他是不 立任何 一个立足点的 所以立论呢 所以中止啊 没有 不拿出任何一个宗旨来 所以 辩论的时候啊 你拿什么方法去辩论他 你破不了他 原因是什么 他 就像是 虚空一样 你攻击不到他 他没有东西可以攻击 这不仅仅是理论的 而是啊 事实上 经验呢 也是如此 经验 是 没有立场 未立场啊 这是最好的 最自在的 就是解脱 这是最高的智慧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看下面的例子了啊 就是刚才 这是讲的一个基本的形式 现在是例子 这金刚经理的例子 一共有十九个 我们现在看 一个一个的看啊 第一 如来所说生相 即非生相 如见猪相非相 这见如来 第一 你们看啊 如来所说生相 这是有啊 即非生相 是讲的什么 就是啊 非或者是空 非有 那么若见猪相非相 也就是说 你能够啊 知道 或了解了 一切的有就是没有 一切的假有就是没有 或者一切的有就是空 那 你就能见到如来咯 见到如来的什么 见到如来的生意相 如见猪相非相 就能够见到如来的生意相 在前天晚上 我在四毛大楼的国际会议中心呢 演讲完毕 有人问我 福的面貌是怎么样啊 我说福的面貌就是没有面貌 没有面貌就是福的面貌 这不是我讲的话 这是金刚经讲的 好 福的身相就有三四二相 你们听到过吗 福有三四二种大人相啊 这个大人相是假相啊 但是没有三四二种大人相 他不是福的庄严生呢 所以福的三四二相 即是废相 不是真正的三四二相 但是呢 那个三四二相就表达了 释迪迦牡尼夫的庄严相 这没有错哦 这没有错哦 这说 福的呀 真实的法身 遍于法界 没有一处不是福的法身所在 那他有没有定向啊 他就没有定向了 所以福的法身是五向 五向就叫做非向是不是 非向那才是真正的福的法向 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第二个例子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围城 诸围城如来说非围城 世民围城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世民世界 这一条里边呢 实际上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围城呢 既非围城就是围城 那围城所集合成为的世界呢 说是世界就是非世界 那就是叫做世界 一共有两个例子 有多少围城呢 有三千大千世界那样 所有的围城 那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现在我说明一下 一个日月的系统 也可以说一个太阳系啊 叫做一个小世界 一千个小世界啊 为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啊 叫做大千世界 因为数了三千个千 所以啊 一个大千世界就是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啊 实际上就是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所教化的范围 现在我们要解释 现在我们要解释 每一个大千世界里边呢 有多少围城呢 那是无量无数的呀 数不清 比横河沙树要多了多了 但是如来说 那不要叫它是围城 你把它当成围城的话 错了 那围城也就是假象 所以 它不是围城 可是呢 这个假象呢 你不要说它没有 它那就是围城呢 那从围城 一粒围城 或者是所有的围城算 或者是呢 说那么多的世界来看 都是一样的 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来看我们这个世界 的任何现象 我们都会 能够解脱自在 比如说啊 欠人家一千万 等于没有欠人家一千万 所以叫做欠人家一千万 因为欠人家一千万还是欠的 但是呢 你说等于没有欠人家一千万 那多舒服啊 另外 今天太太跟我吵架 但一没有吵架 所以叫做吵架 如果用这种逻辑啊 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们所有的事 我们实在是啊 说没有烦恼是不容易了 减轻很多烦恼 所以这个金刚经值得听啊 现在我们再往后看 第三个例子 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 实名三十二相 也就是说三十二相是如来的相 可是呢 并不是真正的如来相 如来的相并不限制于三十二相 但是呢 如来是由三十二相而显现 这个三十二相的名词 我们呢 不必每一个都来说 都来讲 这是在印度啊 的传说里边呢 转能圣王 都有三十二种相 因为释迦牟尼佛啊 如果不出家成佛呢 他就会成为转能圣王 后来他成了佛了 所以他也有能王的 这个说能王是具足的三十二种相 现在下面呢 讲第四个 是实相者 即非实相 四个如来说明实相 这个实相呢 实相就是讲的真如 实相呢 就是啊 讲的啊 第一句 实相呢 就是讲的啊 无相 或者是非相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诸相非相嘛 诸相非相 就是实相 也就是心经里边的讲的 诸发什么相 空相 是诸发空相 不生不密 有没有 有 就是心经里边讲的啊 空相 就是实相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又叫它非相 看第五条 如来说第一波罗咪 即非第一波罗咪 四名第一波罗咪 这个波罗咪 跟我们台湾吃的那个波罗咪 又一点不大一样啊 这个波罗咪 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吧 昨天解释了啊 是什么意思 到彼岸 超度的意思 这个地方讲的第一波罗咪 就是实相 就是非相 能够亲自体验到实相 非相 这个人就已经呢 超度了 已经呢 能够从烦恼而得解脱 从生死苦海而得自由 所以叫它波罗咪 所以自由自在 神通广大 有两种解释法 第一 是真正的 有神作通 所谓神作通啊 就是四十的蛇 四一的一 可以啊 不要买飞机票啊 可以到处旅行 可以啊 不要花钱呢 得到任何需要的东西 这是能够啊 分身呢 同时分身 在许多地方出现 这个叫自由 就是这个叫神通 这是第一种啊 但是第二种 是更重要 第二种的神通啊 是心的自在 也就是自己的内心啊 是自由 在六祖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如果能够啊 如果能够啊 母后不热不罗咪 的话 就能 来去 自由 这个所谓自由啊 就是 来 觉得很好 去 也觉得很好 非要我去不可 我去了 不然我去 我就不去了 我们有非去不可的事 我们有非不去不可的事 所以呢 所以来去 是自由的 来也好 去也好 来去多好 生也好 死也好 生死 多好 这个叫做来去自由 生死自如 听懂吗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 那要比神通广大 更自在 这个自由的意思 因为没有自己在里头 说他要死就让他死嘛 他要活不要叫他死 他要死不要叫他活 不必 他要去让他去嘛 这个是谁是他 谁是他 没有自己 所有一切都是众生 而 因缘要他怎么样 他就是随缘 所以呢 一些大菩萨们都是 随缘化众生 那叫做自在 那叫做自由 如果 如果 还君不许可 他 他还要非作不可 那就叫不自在 那会感 会有烦恼 所以因缘呢 有两种成分 一种是等待因缘 另外一种是出尘因缘 等待因缘是非常消极的 出尘因缘那是菩萨性 可是因缘你怎么样的出尘 他也是不成 那不要烦恼 所以因缘没有成熟 心里还是自在 所以 人家要把你关到牢里边去 你就去 去的时候 还是高高兴兴 但是能够让你出来 能够 可以让你出来 你说我不要出来 我还要在里边 这个就不是自在了 你自己是 执着你觉得牢里边才是自在 那是消失人 牢里自在 不一定要住牢啊 牢外自在 你又进牢也没关系啊 这个叫做自由 听懂没有 不要说 这个随缘呢 一下子就变成了什么 等待啊 我等死叫做随缘 不可以 实际上 这个地方叫第一波罗密 就是智慧 就是六度之中的 第六种 我们六度讲了没有 名词解释过的啊 有介绍过 六度之中的最高的 最后的 也是啊 最重要的 就是 波瑞 那就是第一波罗密 如来说 波瑞是第一 波罗密 但是你不要执着他 这是第一波罗密 我只要这么一个波罗密 这也是错的 就是执着了 所以要说 极非第一波罗密 那样子呢 才是真正的 第一波罗密 所以这个呢 一个是 说有这样东西 但是请你不要拒着他 那才是这样东西啊 听懂吗 第六种 如来说 人生长大 人生长大 极非大生 世民大生 因为如来的身体啊 是比我们高多少啊 比我们高一倍 我们普通的人呢 是八车长 如来的身体呢 是一丈六车长 所以叫藏六金身 所以叫做大的身体啊 那人家把它当成了 是大的身体 那这个大生也是假生啊 所以不是真的大生啊 不是纠对的大生啊 那就是如来的大生 我们还可以往下看 如来说 庄严福土者 极非庄严 世民庄严 这所谓庄严福土啊 是用功德庄严福土 种种的功德 来庄严福国的净土 比如说 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啊 他用 这一正呢 两种庄严 一报庄严 正报庄严 像 这个 许多的大菩萨 都是不退转的菩萨 有许多的 乌罗汉 都是大乌罗汉 这是叫做 诸上善人 因为福国净土里边都是那些 圣人啊 圣人的庄严料 在福国净土 而他们处理环境 是 什么 七宝 什么 寒树 七虫 螺网 还有什么 七宝 莲池 是不是 八宫得水 是不是 七宝莲池 八宫得水 还有树上 微风吹动 那些树怎么样啊 都是念佛念 方念生 对不对 还有种种的 这飞巡 鸟类 也在那边唱 念什么 就是念佛念 方念生 这些都是什么 福土的庄严 这些庄严呢 你不要以为它是庄严 你不要执着它 你如果执着它的话 那又是 又变成熟气了 又变成烦恼了 《弥陀经》里也说得很清楚 这些庄严呢 都是阿弥陀佛的什么 愿力所化现的 并不是真正的 那些东西 净土里头怎么也又出生了 净土里头没有出生 那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化的 所以不是真正的庄严 不是我们世俗的人 所以为的 真实的庄严 这是佛的悲愿 以及我们修行净土的人的功德 所感 那不是真实 讲八宫的水 八宫的水真的有水吗 以八种功德作为水 你们不要以为那里面真有水 八宫的水 这个水怎么变成八种功德呢 以八种功德为水 生长许多的莲花 各位听懂吗 你们不要以为到那里就可以洗澡 还有那么多的心 下面第八 如来说诸心 皆为非心 世面为心 这个诸心呢 是许多众生的心 每一个众生呢 都有许多的心理的活动的现象 如果我们知道 许多众生 每一个众生的心 种种的心理现象 都是妄心的 是不是啊 我们都不是真心 对不对 都是虚妄的烦恼心 那既然是妄心 当然不是真心哦 既然不是真心 那当然没有心 没有心才是真正的心 这在六著谈经里讲 无念 没有念 那就是智慧 没有念 就是智慧 智慧产生了 种种的 救济众生的功能 那是智慧性 那叫做真心 那也不是 智慧性 它是没有执着的 所以叫做无心 无心就是真心 真心是什么 是智慧性 智慧的功能 我现在请问诸位 如果有一个男孩子 一个年轻的男孩 我年纪大的也可以算 心里边正在念爱着一个 心中的如意的美女 或者也好 爱人也好 他有一个人的话 他心里边想的念的都是这么一个人 另外的人在他面前经过 或者是在他面前出现 或者是要告诉他 介绍他 这个可能呢 无心需要管他 心里边只有一个人 他心中只有一个人 另外的人在他心里边已经不存在 像这种心 是真心 对不对 真心的爱一个人 是不是这样子 可这个心呢 是迷心 心呢 已经被一个女人的影子迷住了 他其他人终于不知道了 这个不是智慧心 这是一种什么心啊 真正的烦恼心 那是有心的 那是有心人 只要心中无 我们前面 昨天讲的 心无数著 对不对 有没有 昨天讲 心无数著 心中无窝 那才是真心 能够那样子的话 能够啊 就能够 像千手千拥观音普策一样 任何众生都在他心里边 是不是这样子 是 一定这样 你那个照相机啊 你照相机 一个底片只能照一次 你照第二次的时候 那个底片像什么 一张纸画画画画一次 另外第二次再画上去 可能重新涂掉了再画 否则的话 没办法画了 因此说真心是 有心是无心 真心是无心 有心的都是不是真心 下面第九条 如来说 具作是身 即非具作是身 世民具作是身 这是说 如来也好 就是化身的佛啊 他有若身的 我们一起的人也好 每一个人都有若身 我们叫做死身 这个身体是 暂时有 临时有 是假有 而非真有 是不是这样子啊 生的以前没有你 死了以后没有你 只有在生与死之间 一个阶段有 那是真的生吗 是假的 所以说他死身 就是不是真的死身 不是真的呀 有这么一个死身 但是他是有这个死身啊 你们有没有身体啊 有 是真的吗 假的 那要不要他 听懂了 你们有智慧 听懂了 刚才我最后问了一句 很重要啊 有的人说 这身体是假的 臭皮囊 那赶快叫他死了算了 不行啊 我们要用这个死身 来修行 来修不死心 来修智慧心 要修六度万恨 要用身体来修的 没有身体 你就变成鬼了 所以 虽然不是真的身体 但是我们真的身体 要用假的身体来 做什么 来修行 所以诸位要 要保重身体啊 不要听了金刚经以后 就回去身体不管他了 但是不要自作身体啊 你自作身体 你的烦恼就重来了 听懂听不懂啊 又要保重 又不要执着那怎么办呢 要自由自在啊 要恰到好处啊 现在下边呢 讲第十条 对不对 如来说 诸相修作 鸡飞诸相修作 世民诸相修作 这前面呢 这个是相同的 前面已经讲解释过 已经解释过 如来诸少相啊 三十二相 既是非相 对不对 世民三十二相 对不对 好 这个不要再解释 第十一条 说法者无法可说 世民说法 说法 就是说如来说法 说了多少法呢 如来说法 说了四十九年来 可是如来真正的说了法吗 没有哦 法是无法可说的哦 没有办法说的 真实的法 是本人说的 说出来的法 都是语言法 都是一种符号 名相 而不是真实法 那这叫做说法 这不说也不行啊 说这是一个假名 而不是真实 如果你们在外边呢 告诉人家 说农产士 可以听金刚经 这句话 这是介绍 对不对 并不是真正的让人家来 不是真正的 已经听到金刚经了 要让人来听金刚经 你一定要说这句话 介绍给人呢 所以介绍的 不是就是那个事 而不那个介绍的 不是介绍的话 那种事 也就没办法现 是不是这样子 如来所说的法 统统这是一个介绍词而已 要根据他所介绍的 说明的 照着去做 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法 听懂吗 所以如来说的法 这是一个 一种工具 我们利用这种工具 这种介绍 来达成 亲自体验到 真实的法 真实的法是什么 是无法可说的 是无相的 是空的 下面第十二条 众生众生者 如来所费众生 四名众生 众生众生 就是 人哦 那么多人哦 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来要度一期众生 是不是 一期众生 就是许多的众生 众生众生的意思 就是一期许多的众生 但是呢 你不要以为 有那么多的众生 并不是真正有众生 这样的事 那就是众生 为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如来 如果要心无数 做的话 怎么样子呢 说要度一期众生 度尽一期众生 而是无众生的度者 昨天有没有这样讲 有 这个意思 是昨天相同的意思 下面第十三条 苏言善法者 如来所皆非善法 世民善法 这个善法呀 作为一个菩萨 有三个条件 有三种诗愿 又叫做三大境界 哪里三条呢 第一 第一 修一期善法 第二 持一期境界 第三 度一期众生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讲善法 前面那个是 什么 度一期众生 这菩萨的三大境界 也就是三具境界 里头的两条 这是第二条 在修三法 之后 不要以为是修了三法 哪才是真正的是修三法 为什么 心无蜀柱啊 对不对 心无蜀柱 应知到 对不对 这五个人知道 第十四条 如来说 有我者 即非有我 而凡夫之人 因为有我 凡夫者 如来说 即非凡夫 世民凡夫 这个一条 是解释 什么叫做凡夫 凡夫的意思 是有我的制作 有我制作就有烦恼 但是呢 凡夫这样东西 是不是真的有呢 不是的 如果真正的有凡夫 这个凡夫是不变的 现在是凡夫 将来永远是凡夫 那就是真的凡夫 我们现在是凡夫 将来可以修修修 修成变成什么 变成菩萨 变成佛 对不对 所以不是的 不变的凡夫 那现在是假的凡夫 所以叫不是真凡夫 但是现在还有烦恼啊 还有我啊 所以还是叫做凡夫 对不对 你们是什么 是真的吗 是假的凡夫 那就是凡夫 要这样子讲啊 但是 凡夫因为是由我 可是当他发现 和体验到 和实证到 空的道理 那个我 有没有了 空就是空去我嘛 所以那个我是假的 既然我是假的 那个凡夫啊 这是暂时的 不是永久的 第四五条 如来者 无所从来 又所去 顾名如来 如来 即非如来 顾名如来 这个一条是这样子 应该这样子讲 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无所从来 又所去 就表示说 无来无去 如来 即非如来 世明如来 这个如来呢 是福的 十种尊号之一 那为什么叫做如来 也就是啊 好像是来了 对于谁来讲啊 对于我们呢 修复的人来讲 他是来了 我们基础到了 如来 当我们真正的 要清正 如来的 法身的时候呢 也好像是 来了 但是 如来本身呢 从来没有走 这是说 我们没有 清正 法身的时候 没有见到他 清正 法身的时候 就见到了他 这是一层 当 第二层呢 再浅一点的啊 当我们没有 听到福法的时候 我们不相信 有这个 如来 当我们信了 福法的时候 我们相信 有如来 这个 如来啊 在我们心里边呢 来了 但是 是不是 因为我们信 如来 才有呢 本来就在那里 不需要我们 信 或者是不信 不管我们 正 或者不正 如来 在不在那里 在 在哪里 下边呢 第四六条 如来说 一何像 既非一何像 世民一何像 这里头 我有一个 国福福啊 说明 如来说什么 说啊 世界是 税有 那叫做一何像 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啊 这个 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也可以啊 三千大千世界也可以啊 无量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也可以 这是一个整体 你这一个全体的世界啊 叫做一何像 也就是说 无这世界 就是一切的无这世界 这是一种 这是一个 一个名像 或者是一个现象 一个整体像 但是 如来说 这是假像 是不是这样子 既非一何像 是个假像 但是 这个世界是有 是假像 还是这样 所以那个叫做一何像 可以大 可以小啊 一何像 伊丽莎子 也是 伊丽莎子的一何像 是不是这样子 你一个人 整体的一个人 是一何像 你夫妇两个人 是不是一何像啊 这是一对夫妇嘛 一个家庭 也是一何像 对不对 一个社会 一何像 一个国家 一个像 一个民族 一个一何像 任何一个范围 都叫做一何像 但是一何像啊 不管大 不管小 多是啊 许多的因素 元素 撤合在一起 但是呢 它会变动 所以 既非一何像 但是呢 它那个现象存在啊 所以叫它是 就这个样 有这个一何像 第十七条 世证说 我见人间 众生间 受宰见 既非我见人间 众生间 受宰见 世面我见 人间众生间 受宰见 我这个好难懂哦 其实 这个一句话 其实就是 仅仅一个名词啊 我见 的意思 我见的意思 是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我的观念 我的判断 都是啊 你们有没有 这些东西啊 好 你的看法 是 为什么叫你的看法 不叫别人的看法 是你自己的 对不对 因为你讲 我的看法的时候啊 一定是 有一个 有什么 有另外的人 对不对 如果世界上 只有你一个人 你说你的看法 会不会讲 不必要讲 是不是 你讲你的看法的意思 一定是有相对的 有另外的人 所以 我 人 那么 许多的人 叫做什么了 众生 众生呢 还在继续的活下去 叫做什么 受宰 你要不要活 好 人 众生 继续的活下去 这叫受宰 如果 一晃而过 就死掉了 没有受宰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众生和我 都啊 还在时间上面 继续的活动 所以产生什么 你争 我斗的矛盾 烦恼 对不对 好 现在这里呢 就讲 哎 我的执着啊 就是因为跟众生 有冲突嘛 其实 我的执着也好 众生的执着也好 都是假的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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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 自我中心而已 但是呢 能够知道这样子的话 心里的烦恼就没有了 可是 众生还是有众生哦 人与人之间 的确还有不同的差别 所以众生界 是这个样 但是 一个修行福法 了解般若的人 就能够知道 没有我 对不对 无我呢 有没有众生 没有众生 有没有受宰 对 这个大家 哎呀 这好聪明的 下面第十八条 苏言法相者 读来说 极非法相 世面法相 法相的意思 一起发 就是一起的现象啊 多有它的 这个 定义啊 有它的定义 就 就有一种啊 就是法相 诸法 法的意思就是现象 现象 每一个现象 有它的 这个一定的定义 叫做法相 可是 每一种现象 都是暂时的 不是永恒的 所以叫做非法相 但是呢 这种现象 本身 本能说它没有 第十九条 说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取法 也就是制作一起的现象 是真是有 这是反复 这是错的 因为制作现象 有啊 你会有烦恼 也为人家带来烦恼 可是 取非法的话 就是制作于空 那就是消极 逃背 而啊 不会积极地啊 从事于修行 或积极地啊 从事于啊 这个 度众生 因此呢 不取法 也不取非法 那才是真正的 这个 剥裂的精神 复法里边呢 就讲 说正见 或邪见 什么叫做邪见 是有两大 这个 两大点的 第一 叫做常见 第二 叫做断见 所谓常见呢 认为一切法 是永恒的 不管是无知永恒 或者是啊 精神永恒 这个都叫做常见 这个就是啊 取法 取什么法 取无知法 取精神法 是永远的 这都是常见 都是外道 去无知为永恒 这是唯物论的 去精神为永恒 是什么论 唯心论 或者是唯神论 取非法 这是啊 叫做断见 也就是 一切的东西啊 都不是真的 都是空空如也的 都是如患的 都不是啊 不会有 任何结果 人死呢 就像灯 熄了一样 这种 叫做断见 这断见呢 唯物论的 断见呢 也是断见 但是唯物论呢 认为无知 还是永恒的 可是 唯物论里边 讲到没有精神 那也是错的 但是福法呢 非为无 也非为心 非常见 非断见 所以这个下边 有一个 是讲啊 无相就是四相啊 是什么意思 说法 非法 非非法 法 不要取 非法也不要取 而非非法 是 这两种啊 都不取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 重道 好 我们讲到这里为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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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